好了 大家的朋友們 今天去看一下我們進擊的喵喵好不好 那昨天的話 雖然我們大BOSS啦 但是哲平還是非常喜歡這款遊戲 所以我們還是會繼續玩下去的 大家不用緊張喔 那 在我們今天影片開始之前呢 我們最近的話都在宣傳我們哲之妹妹的一個東西嘛 因為我們8月22號跟我們23號的時候 會在我們的就是 欸 FF的會場擺攤喔 那目前來說我們的品書目錄是出來了啦 所以跟大家宣傳一下喔 那這一次一位哲平的那個 哲之妹妹因為沒有什麼人氣啦 所以我們在爆攤位的時候 基本上的話是沒有過的 所以我們沒辦法就是 爆到一個自己的攤位 然後剛好我們的就是合作夥伴 也就是我們阿布雷喔 另外一群Youtuber他們有爆到兩個攤子 所以他們願意就是跟哲平一起就是 呃一起賣這樣感覺喔 所以我們就有跟他們做一波連動 那就是我們這個 呃 FF36阿布雷跟哲之妹妹海月哲的連動好不好 這是第一次的連動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來一下我們現場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大概位置圖是在這個 欸 第一天的話我們是在B16跟B17 他在進來的時候的話 他有分一些位置啦 那我們是在B的16跟17 那禮拜日的話是C的43跟44喔 那位置的話應該是我們那個吧 應該是花博的徵驗館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喔 應該是花博的徵驗館 我先來確認一下好了 我確認一下到底是不是花博的徵驗館好了喔 好 那我們剛剛去跟大樓們確認之後的話 確實是在我們的花博徵驗館啦 所以大家只要坐車到我們原山捷運站之後 走過來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買哲之妹妹的一些商品 或者來跟哲平就是打招呼的話 都可以來喔 那第一天我們是在B16跟B17 然後第二天的話 禮拜日是在我們的C43跟44喔 那這一次會賣什麼東西呢 這邊的話會賣我們的就是那個 哲之妹妹的第一本的那個刊物啦 那這個新刊的話基本上不是18禮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買 這個新刊是 就是哲之妹妹的一些故事的合集 也就是說 欸他是如何跟大家相遇的 還有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都會在這本裡面喔 那目前賣價的話是200塊啦 所以就看大家喜不喜歡啊 這樣子感覺喔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 比較特別的這個壓克力手機價喔 一般來說 大家比較堪看到的就是我們一些動漫角色的力牌嘛 對不對 那這一次我們哲之妹妹是可以放手機的手機架喔 那基本上你也可以把她來放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放一些小卡片啊 或是放一些小戴爾士 那基本上她是可以設計成 就是讓你可以放手機的 就是你可以邊玩電腦 然後放一個哲之妹妹的那個 手機架放在你的電腦旁邊 然後你可以把手機擺上去 然後可以邊滑手機 邊看電腦 這樣子的感覺喔 所以這次的話我們是賣這兩個東西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桌墊喔 那這個壓克力手機架的話是賣450塊 所以也是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看一下想不想買這樣的 基本上我覺得哲之妹妹的圖都還算是蠻好看的啦 所以就跟大家宣傳一下喔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最後一個是我們的那個桌墊喔 這是跟阿布雷他們合作 這張圖大家如果有追蹤那個哲之妹妹粉專的話 應該有看到了 就是我們這張圖 那這個桌墊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因為哲平最近都在玩實體卡牌嘛 如果大家有打實體卡牌的話 都會知道有一個卡墊 那這個的話就是設計來做那個卡墊的 那那個卡墊做出來以外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滑鼠墊使用啦 所以就讓大家看一下自己該如何去使用 那一個基本上是700塊喔 所以大家的話就看一下自己的荷包 喔不OK 那不講來說 哲平這邊的話 就是哲之妹妹這邊只賣這三個東西啦 就是我們的桌墊啊 還有壓克力手機架跟我們的這個 新刊喔 就是我們的那個哲之妹妹的漫畫這樣感覺 所以就看大家有沒有興趣可以來購買一番喔 其實就少少的啦 因為我們畢竟是才剛出了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也還沒有就是一大堆的東西可以做 那日後的話 基本上如果有一些展覽的話 哲平這邊的話 哲之妹妹這邊的話 應該都會做一些商品出來 所以那如果喜歡哲之妹妹的話 都可以就是到我們的資訊欄啊 或是我們的留言區 那邊的話 哲平會留下我們哲之妹妹的那個專頁喔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可以看一下喔 好 那真的很不好意思 耽誤大家一點時間 那我們今天就回歸到我們的進級的喵喵啦 最近的影片的話 應該都會來打點小廣告啊 畢竟是哲平自己投資的一個東西嘛 對不對 那再請大家支持一下喔 好 那我們最近玩 基本上實體賽的話 這邊刷了非常多的那個 光寶玉喔 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可以讓我們呢 就是那個山藏跟我們趙雲進化了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其實 光寶玉已經有33顆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讓我們就是那個 山藏進化完再進化我們的趙雲 但是我們這邊缺一罐那個 聖獸之血喔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那我們可能要先去把那罐血給搞定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先來進化一下 我們山藏嘛 好不好 山藏法師 Go Go 好不好 真的是打了非常非常久喔 看一下他三階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基本上應該會變得超級無敵帥氣的唷 他穿的更多了好不好 哈哈哈 好 這邊是新地光明之山藏法師喔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都是光屬性的一些能力提升啦 然後他最厲害的基本上就是 他有那個三連發的那個就是光球嘛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無庸置疑的厲害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把他給升起來 那升滿之後的話 基本上起立應該可以到2萬多吧 然後魔力可以到628 呃 感覺目前還說沒有升滿的話 應該沒有說那麼厲害喔 不過我們就慢慢繼續來累積一下我們的錢錢喔 其實到後期來說的話 錢錢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錢真的是沒有辦法做很多事情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就繼續先來打一下我們的那個主線巨型任務 因為這邊的話下一個是房子對不對 那下一個房子的話就等於是據點 那據點的話基本上應該都會有聖獸之血沒有錯啦 所以我們就先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打到聖獸之前 然後再讓我們的趙雲給他進化起來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喔 好 那我們就用這套隊伍來打一下我們這一次的這個任務 12-5的火屬性關卡 看一下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基本上的話呢 咕咕咕咕咕的毛細血管喔 看一下啊 喔喔喔喔 這隻在我們就是那個城堡裡面喔 感覺應該也是滿酷勸的 但是這一次火屬性關卡我忘記帶那個了啦 我忘記帶那個水屬的那個忍者法師了 不過應該還是可以試試看 結果這邊帶的是那個欸 寶物 寶物 寶物員啦 不要拿更多的寶物這樣子嘛 好 這邊先申請錢包喔 但是目前來說我們這一次三藏是已經三階進化了啦 所以搞不好可以打出一些不錯的攻勢 畢竟是一個三連級的那個大火力輸出啊 應該還算是不錯 雖然沒有打到就是相克屬性啦 但是我覺得因為光暗屬性的角色基本上是不太會被屬性相克的嘛 就是不會有那個相克的屬性關係 所以這邊就看一下我們三藏能打多少 這邊大概是打了那個一千多滴減的傷害吧 那三發的話基本上等於是三千多滴減 所以應該也算是還好 那這關基本上的話那個Stage是三層的喔 所以大家要再打關卡的話可以注意一下喔 好 我們這邊先直接叫那個 破菜盾出來了 好像有點太早了喔 好 沒有問題 這邊先噴一下 然後三個光球這樣打下去真的是還蠻爽的喔 欸 這次我把那個隊伍改了之後 我們有把那個赫拉放上來欸 如果有的話基本上這邊就是 火屬的那個法術球兩顆 然後再加上我們光屬的法術球三顆 應該還算是蠻猛的這樣感覺喔 好 來到我們第二層了 先升點錢包 這關基本上都是火屬的啦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喔 因為目前來說其實我們比較難打 應該就是我們的水屬關卡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那個就是 呃 雅典娜 它是一隻火屬的坦克嘛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必須要有一些就是能夠 相對應的坦克出來會比較好 所以這關的話剛好是火屬對火屬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OK 這邊的話直接速速的前往到我們第三層了 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後面還有一隻水屬的坦克啦 所以應該還算是OK的喔 目前來說抽到那個破菜盾那些的話 基本上就算很穩定喔 來了來了來了 然後現在因為我們這次的話 有把那個就是紅葉都放上來 所以我們這邊弓箭矢部隊啊 也是不容小聚啦 你看我們這個箭矢 差超多根過來的喔 完全沒有問題 一直瘋狂猛射 其實我覺得目前來說有一些就是 能夠被我們弓箭矢射到的角色 其實派上紅葉的話其實還算是蠻爽的耶 因為你看這邊的話 萬箭穿星啦 一直瘋狂狂射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但比較麻煩的就是感覺我們這邊的坦克來說的話 因為破菜盾好像太早派了 所以他現在破菜盾一直在很後面的一個位置喔 但是你看我們這個五連發箭矢 真的是超級無敵猛的 所以我覺得後期來說的話 感覺我們的那個弓箭兵啦 就是弓箭手們好像也是有一番用處的 大家也不用就是覺得他們很爛之類的 雖然有些角色他是打了會只有打一機兩機啦 但是我覺得真的還是有他的用處所在喔 不是啊 啊破菜盾要走過來了沒 他是在很後面是不是啊 哪裡 欸真的欸 他在這裡欸 走超 走超久的啦 欸 敵人都快死光了 你還沒走過來 所以我覺得破菜盾的話 果然還是要在那個王關的時候再開會比較好 不然其實這邊的話就真的還挺危險的喔 沒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很好笑欸 好 這邊的話順利的把他給打掉了 沒有問題喔 好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我覺得之後的話我大概 王關的時候才會派破菜盾嘛 我剛剛真的太早派了 那個直接被拉開一個超大距離這樣感覺 真的是有夠QQ的 好 再來是下一關喔 希望下一關會有我們的那個聖獸之血 啊沒有欸 是骨頭欸 哇 喵喵骨頭三個 那這樣感覺好像也沒有說頂好欸 哇 然後這關剛好又是我們這個 塞路螃蟹精華的螃蟹什麼東西 是我們的水屬關卡喔 稍微也是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不過這關的話Stage只有兩層啦 應該也還算是過得去好不好 但沒有聖獸之血欸 所以代表我們趙雲要進化的話可能又要 又要再一段時間了 沒有這麼簡單囉 哇 可惜了可惜了 那盡可能我覺得在初期的話我們是盡可能疊多一點這個紅月吧 我真的是越來越喜歡上弓箭手兵了欸 這個弓箭手紅月妹妹真的是很不錯欸 這關可能要比較棘手一點點 因為這關的話Stage只有兩層 然後 可能讓你存錢包的時間可能沒有這麼夠喔 所以我們可能要 叫一些就是比較重點的一些角色 然後我們還要把一些就是 錢來拿來升一件錢包喔 待會的話先叫三丈 然後烏木人那些一定要叫出來 烏木人很重要你其實知道嗎 可是烏木人其實他是一隻那個 法術坦克 所以他這邊放在前面的話 基本上可以幫我們做很多事情喔 好 這關是Stage2 然後還有 三個小關再加上一個那個驚嘆號的大關 沒有問題 感覺應該這關沒有說那麼難欸 因為我覺得有聖獸之血的關卡的話 稍微都是會 比較提升一點難度 所以這關的話感覺就是 普普通通喔 沒有到非常困難的那種感覺喔 來了 驚嘆號關卡 來看一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這次還是忍到那個就是 王關的時候在開那個波曬盾喔 不然 太早開的話就跟剛剛發生一樣的事情喔 呵呵 直接被擋在那邊 直接沒有這樣感覺喔 刷起來刷起來 好 直接死掉 沒有問題 好 再來要往那個 大王關出現了 那這個時候呢 等他那個驚嘆號的閃警鈴結束之後 我們就可以派那個 波曬盾喔 來 欸 沒有欸 聽這個聲音不就是那個嗎 王關的聲音 喔巨大螃蟹出場了好不好 但是沒有關係 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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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這次我們還是有點小機會的 不知道這個箭矢打到 欸 打到這個螃蟹是有傷害的喔 完全沒問題喔 但是我覺得有點靠太近了 喔喔喔 還有這個 欸 好險 這關的話是有那個 藍色的刺刺史萊姆的 那這邊加上我們就是紅葉的箭矢 直接把他給射歪 所以刺史萊姆的話果然還是必須靠一下我們 就是那個弓箭兵欸 真的是蠻優秀的喔 你看紅葉這邊 瘋狂射擊啊 全部都是我們光屬性的那個箭矢在天空飛 超猛的喔 哇 這邊 基本上要先靠那個 用弓箭兵把我們就是那個 刺史萊姆打死 基本上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所以 基本上我覺得弓箭兵在後期的話真的是 刺史萊姆的克星欸 你知道嗎 完全沒有問題啊 哇哇哇哇哇 加油加油 但是我覺得螃蟹這邊稍微的那個就是 攻擊力還是太高了 這個 刺史萊姆先讓他 迴避一下喔 還想過來啊 他如果隨者便便就把我們那個 迫在盾直接 趴到一個最後面 那我們也是很慘的 哇 迫在盾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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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去你太被困回來 我真的會哭喔 那個迫在盾被彈飛之後就要走 那個十萬八千里才可以到達我們戰場前面 真的會比較麻煩喔 好那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目前看起來我們的陣型應該是穩定住了啦 就是 這樣子然後基本上我們也不太會輸 我們就是慢慢的等他們 的血量被我們耗掉就可以了 結果沒想到這關居然也是 也是很厲害的關卡欸 但是感覺起來那個骨頭好像就 還蠻簡單拿到的啊 還是其實那個骨頭超重要比那個 聖獸之血還要重要 如果是的話也可以在訓練告訴扯平喔 因為我記得好像有一些角色進化好像也是需要骨頭的嘛對不對 好像那個就是 伊賢娜奇好像要骨皮或是什麼龍皮或是骨頭的 那個骨頭可能就是跟那個 骨皮跟龍皮是差不多的存 差不多等同於那個 衝擊的存在吧感覺是這樣子喔 哇你看我們這邊 箭矢根本就是 瘋狂亂射啊你看看五發五發的在射喔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之後再把一些弓箭手練起來 大家好像蠻推薦黑地獅的那 如果再把幻魔跟黑地獅練起來這個弓箭矢應該會 超級無敵爽的吧 就會一直瘋狂的那個 往前射擊就好了 喔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波仔盾 前有波仔盾 後有我們的紅月啊 超猛的輸出 而且這邊我們四扣地疊起來的話也是很可怕喔 畢竟我們是那個 是那個什麼 木屬的角色喔 直接打爆這個 水屬角色 直接刷爆了 欸這個萬劍穿星真的是超猛的 完全沒有問題欸直接打過 但這關基本上才能讓我們拿骨頭啦 所以我也沒有說 特別開心喔 不過骨頭應該還是有他的用處所在啦 所以我們也不要那麼難過好不好 喵喵骨頭三個好不好 也還真是OK 還行啦 那接下來的R關卡應該就要打那個 就是我們RANK了喔 RANK應該要到51才可以開啟下一個關卡 這樣感覺喔 來看一下吧 應該是這樣子啦 應該要RANK51了 開啟新的道路 對RANK51以上啦 所以明天的話我們應該就可以來打一下我們RANK關卡 這樣感覺啦好不好 好那今天前面花了一點時間來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禮拜六禮拜日在我們花博珍宴館的活動啦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都可以來買一下哲職妹妹的商品或是來找哲品好不好 就是這麼一回事啦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想要詳細知道的詳細資訊的話 都可以追蹤一下哲職妹妹的粉專好不好 那今天晚上就喜歡到這邊啦 我是Win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